大家好,我是龙道,明天就是元宵节了,提前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户型图,我直接把它放在屏幕上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户型图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那么这个图的话是北京的一个户型 北京的话我们都知道寸土寸金的地方 那么开发上就会在有限的地块上尽量多建房子 所以说就会造成一些房子长得很奇怪 而且内部格局也是长得奇奇怪怪的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子 我们从第一个直观上来看这个房子 第一个它是有缺角的,而且缺的还比较明显 第二个我们看一下就是入户门对着储物间 第三个问题就是两个卧室之间相对 其实卧室相对的话没有太大问题 主要是有一个卧室的门啊 被这个入户门给挡住了 主要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想要了解缺角等等这些情况的话 那就需要先把它的九宫给它排上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就是排完九宫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房子呢它是一个坐对象征的房子 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出它这个房子缺角的地方 主要是对挂和坤挂 尤其是坤挂整个的话是全缺了 同时呢我们还发现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看一下前挂 也就是说它的西北方 西北方的话是厨房和卫生间 所以说这呢也是一个问题 也需要进行解决 下面的话我们就针对这些问题 来进行一的一个解决 那么说第一个 西北方式厨房和卫生间 我们如何进行装修调整 西北式厨房 这呢就属于火烧天门 因为西北属金 然后厨房属火火克金 所以说我们可以在厨房里面 装修的时候装成黄色系的格调 同时呢在厨房里面摆放上这种 专门用来缓解西北厨房的摆件 过了之后呢我们看西北式卫生间 卫生间的话它是一个排污腊垢的一个地方 所以它在西北位的话 其实影响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卫生间的话 我们就要保证它的一个干净卫生 然后呢可以在卫生间里面 放这个粗盐啊 放一罐粗盐在卫生间里面 或者呢是在卫生间里面挂一串 这个五地钱 我们看一下这个五地钱 要买这种真的啊 真的五地钱挂在这个厕所的门上 或者是挂在卫生间里面 都是可以的 有些呢它是把它放在卫生间这个地垫下面 这种方式也可以 然后我们看缺角的问题 对挂和坤挂有缺角 主要的话就是这个坤挂缺角 我们如何进行一个调整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坤挂的话 它是更靠近于我们的一个卧室 或者是这个阳台 尤其是阳台这个位置啊 阳台的话它是整个封窗的 所以说它是属于房屋的一个空间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在阳台上面布置 如何布置了 摆放这个泰山石 这种在阳台这种地方 它不是一个私密的区域啊 那么我们就可以摆放这种带字的 当然了选择不带字的也是可以的 摆放在靠近坤挂这个位置上 摆放一块泰山石 泰山石除了可以弥补坤挂的一个缺角以外 它还可以起到一个调整整个房屋的一个气场 过了之后呢 我们再看这个对挂 对挂缺角 那么这个情况对挂我们研究 对挂属金对不对 那么它缺的比较多 我们就需要起到一个什么拉 其实第一个是补金 第二个的话就是一个拉气的一个作用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使用这种铜的葫芦吧 铜的葫芦挂在墙上或者是摆放在这个位置上都是可以的 过了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入户门对着储物间 那么我给它的建议的话就是把这个储物间和卫生间连成一起去把卫生间做到或者是做成两个卫生间 主要的目的的话就是把这个入户门对着储物间这个地方给它这个门给它封上了 封上之后的话这个入户门就不会对着这个储物间了 会直接对着一面墙 而且呢卫生间我们里面也可以做的比较大 功能区也比较多 当然了它自己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过了之后我们再看两个卧室相对 我们经常说卧室与卧室门相对啊 其实影响不大的 它主要的话就是有一边有一点影响通行 但是它这个门不太好改 比如说我们把它的门改到左边去 改到这个位置 那么客厅这个位置就会短了 因为入户门它会占一块区域的 比如说就没有办法改 那么我们可以改什么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入户门的开门的方式给它改了 比如现在它是向左开的 那么我们改成向右开 向右开的话 它就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通行 你就会说稍微会方便一些 那么这个货型图套我们就可以这样进行调整 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内容呢我们就讲到这里 再见